所以我想要把我的帳戶移到新房子 我想要先移到1月1日 所以我们是选UHO 专门出租那种搬运东西用的车子 那接下来就要依依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搬家前两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还有当天在做什么事情 那就搬家 UHO 这个小货车是用来搬家的小货车 然后它有很多size 这里有一台 然后那边也有一台 然后那边还有一台箱形车 Kingsize应该放得下吧 一些比较大型的家具 就可以租这种车子 走吧 我们去买那个可以装床垫的套子 市区就只有在David Street这边这一家 然后那一家超小间的 UHO就是跟所有的商家合作 哦 还有这种耶 哦 是绑在车子后面的这种啊 搬家前一个礼拜 当然就要开始打包东西咯 我自己是很喜欢用真空袋 真的很方便 好很多了 嘻嘻 那把这个无痕挂钩 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只有一个被我们撕坏了 哦哦哦哦哦哦 YES 接着来到了Home Depot 看一些可以打包用的纸箱啊 泡泡店 那这一个箱子是一点多块 包一些家具的 这也有卖那个真空袋 手套 然后这个后面可以量手的大小 那买了清洁用的手套后 就到了达拉拉玛 一元店买拖把 准备回去清洋台 那其实洋台应该是我们这次搬家清最久的地方 窗框啊地面啊墙上这些我们都清过了一遍 最难的就是地面了 一开始先用拖把和刷子刷过一遍 但没什么用 所以我后来就去买了高压清洗机 才总算把地面上的涨污洗掉 再来是清洁厨房 这边啊脏脏的 然后里面是不是要用那个吸尘器 然后还有这个冰箱也要拿出来 这下面真的很好用耶 就是这样它会一直掉屑屑 超干净 他们会需要检查的打扫项目就是有 像是这个冰箱啊 颅具 里面跟外面都要打扫干净 还有这个dishwasher 抽屉啊 橱柜 水槽 马桶 那这窗户这边就是还有包括阳台的那个窗户也算 方百叶窗也要擦干净 我们这次是自己打扫的 它是有跟一些清洁公司合作 不过它这种是比较基本的打扫 就是要200块的加币 那这个full cleaning 应该就是生存清洁是400块 还有一个这个项目啊 就是单单只有百叶窗的清洁 就是要200块的加币 那我们这次是都是先自己打扫 这是搬家当天的客厅 这应该套得起来吧 这是要套这个床架 因为怕床垫会脏掉 所以我们在yuhu买了这个床套 我们的床超大的 接着就是来拆床架啦 好险这床架还蛮好拆的 大概十几分钟就拆尾了 完成 今天终于要搬家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开 我们之前预约的卡车 先开evo去 然后再去换卡车回来 这边可以开卡车 你就是用你一般的classify的驾照就可以了 如果你乘4公里 TOTA会是这个 但是你会赚到每个公里 你乘4公里 现在要去取车 在意大利 之前你离开 查货币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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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费用就是19.95 然后他每一公里是0.69元 所以就是看你开了多少公里 然后再回来加钱 这样子 然后他加油的话 也是一样你还车的时候 要加到他现在的油量 还有一个是 会有一个insurance 就是保险费用 假设车子啊 有什么意外的话 如果有保险会比较好 保险费的话是15块 所以总共加钱 我们刚刚是先付了44点多块 超大台的 好重喔 有关喔 有关喔 也是没关喔 这是怎么开的 不会开吗 这后照镜好大喔 很重 怎么还没载东西就很重的感觉啊 出得去吗 天哪 觉得恐怖 可以可以 可以的 第一次开卡车 第一次开卡车 这电梯它旁边都会有用这个布把它盖着 才不会伤到那个电梯 好 开始搬家了 哇 哇 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在客厅 电视 对 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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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滿了 我們剛剛已經載了一大卡車的東西走了 然後我們現在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快要搬完了 不過等一下卸貨也是一個大工程 真的有那麼重 拿不起來 太假了 第二車人果然要搬兩趟 不過這一趟其實只剩下 應該是半車左右而已 示範一下大家的意思 這樣嗎 天啊 今天超空的耶 裡面整個就是回音耶 這回音超高 哈囉 請了朋友大概五六個人來幫我們搬家 花了大概四十分鐘左右 搬完 好險有大家來幫忙耶 然後我們的房間也都快空了 就剩這樣子而已 大概在這邊住了快兩年的時間了 所以其實要搬走 好像有一點點捨不得耶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Room Tour的話呢 應該下一集或是下下集 會想要拍給大家看 就是這邊我們跟華視區的 一房一廳 先這樣囉 我要去去整理東西了 要拍就自己來 好啦 這剩下的都是輕輕的 這好重 這就是那個卡亞克 耶 卸完貨了 下午花了兩個半鐘左右 把東西搬完了 不過真的是要很感謝大家 來幫我們搬家 不然我們可能要花一整天吧 玩吃的時候要傳到它本來的油量 加油 讓它指揮 你要停到這一個停車場 來來來來來 成功還好車了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還鑰匙嘛 再看我們剛剛開了多少公里 剛剛說一公里它是0.69元 所以只要再加個大概 五塊一倍就可以了 所以回去還要再整理東西 然後就這樣還要再整理一下 上面會有一些那種黑黑的指紋 像是牆壁這種髒髒的啊 我們就會用這個生氣海綿 把它擦起來 然後就會慢慢都不見了 然後再用抹布把它擦乾就好了 然後就要把它擦乾淨 好乾淨喔 紅台 應該是打掃的差不多了 本來很黑耶 我們雖然剩一點點好像還是很多要打掃 冰箱東西還沒有拿出來耶 比我剛剛擦完了這個玻璃 紅衣機這個都要拿出來 紅衣機這個都要拿出來 大概檢查了一下 像是百葉窗啊 玻璃啊 還有那個門檻的地方 還有像是浴室的浴缸啊 牆面啊 大概有檢查一下還有烤箱 它其實只有這樣拉出來看一下 而冰箱也是打開看一下而已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檢查得還快 它大概只花五分鐘吧 就檢查完了 其實那個百葉窗是大家比較容易會忘記要打掃的地方 就是他們其實會特別檢查那塊 我們的牆面就是我們之前貼那個3M的掛鉤 我們可能沒有把它拉好 後面就被我們扯斷了 牆面漆就掉了 然後我們昨天在打掃的時候 有一塊百葉窗掉了 所以就整個加起來 它其實就是算我們牆面算是有點損傷 還有那個百葉窗 我們要父母學人的加幣這樣子 我們本來就是超緊張 很怕會不會被扣很多錢 我們早上十點多啊 然後打掃一直到下午的一點半 我們去取車嘛 然後取完車回來之後就開始搬家 就大概搬了快三個鐘頭左右 搬完家之後呢 我們又開始那個清理啊打掃 就是做最後的整理 我們就一直打掃到八九點 今天早上再去看了一下 還有哪些地方就是沒有擦乾淨 那整體而言 我覺得搬家其實真的是蠻累的一件事情 平常可能你不會覺得東西很多 不過你一整理出來 因為你平常東西都是收到櫃子裡嘛 就藏得很好 知道搬家的時候 才會知道什麼東西可以這麼多 不過呢搬家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知道說 你有哪些東西真的是不需要 可以賣掉或是捐給別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囉 不知道大家看完會不會覺得 不敢搬家了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你們搬家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就這樣囉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分享訂閱和按讚喔 那就掰掰囉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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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